日落的地方 地球在这个地方 画一线过来 西方变成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地球跑到这里来 画一条切割线 太阳变成 西方变成跑到那个地方 佛陀告诉我们 方位是假设而成立的 这个点线面 是因为人的意识形态 而有的东西 我们要了解 为什么有点 有线 有面 有时间跟空间的观念 是因为我们意识执着 因为我们意识的强大执着 把一个虚幻的世界 变成一个固定的 存在一个时间跟空间的观念 这个是因为我们意识形态在作祟 我们不了解时空的虚幻性 虚幻性 譬如说你今天讲实际空间是虚幻性 这明明有的 好 我现在讲你要跟着师父的智慧一直走 我们现在如果是五十岁 诸位回归到你三十岁的年龄 观想一下 再回归到二十岁 再回归到你的十岁 再回归到你出生的婴儿 你的婴儿 你出生出世的时候 你是一个婴儿 在婴儿还没有出世的时候 爸爸妈妈的腹筋 母亲的卵 是一只精子 精子一个头后面一个尾巴 进去 卵里面尾巴断掉 开始起细胞分裂 开始起细胞分裂 我在哪里 诸位这个世间本来就无我的 从哇哇落地 我们从小的教义就是一告诉你 有点 有线 有面 三度空间 有加上时间的观念 然后我们卡在这个观念里面 一直老死不破 因此我们认为 极乐世界 是在人类意识形态 有限的空间里面 推论 是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国度 从生命的娑婆世界 推论到极乐世界 那么说佛世界是生灭的 那么推论十万亿佛国度的极乐世界 它还是什么 它还是生灭 那么有去跟没有去 答案是一样的 这里是生灭 极乐世界 如果是生灭 去也没有用啊 是不是 我们要清楚 很清楚地了解 佛陀的善巧方便 超越了我们一切意识形态的观念 这个才是一个有政治正见的一个法师 那么因为佛所讲的含义很深 不被一般人所了解 所以听起来就特别的吃力 又没有天文地理的观念 也没有悟到本来的面目 所以听起来就很难相应 因此听不懂 我就念那么阿弥陀佛就好 那么阿弥陀佛就好 经教什么都不通 当然经教通的时候 禅跟禁原来是一样的 为什么说极乐世界是 一定是指心灵的世界 因为它这样才能够神通自在 知道吗 否则怎么有办法 各以一格沉重庙花 供养他放十万亿佛 即以实时凡道本国 怎么有办法这种能力呢 所以极乐世界是什么 清静的心灵世界 因此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就一定要每一个念头 提升我们的正念 让我们的心灵非常的清静 有这个因 自自然然的 就能够进入极乐世界 因为我们对净土 不是很熟悉 也不是很了解 只知道要念佛 现在原来佛法所讲的是 完全符合科学 同时又超越科学 科学它一直往外 一直追求 一直追求 一直立种族的点 线面空间时间的观念 而科学所带给我们的 子孙的祸害也是非常大 以一个最简单的来讲 比如说核能发电厂 核能发电厂 大家都知道 读过物理学都知道 核能发电厂是由布 来提炼的 布 因为布是核能核重要的元素 这个布是由点 一三一 点 一个石头 石布 在一个字典的点 点一三一 点 点的英文字母叫做 I 叫做点 一横一三一 点的元素 是制造布的 元素的一个重要的材质 材料 这个布是核荣核 核荣核 也就是制造氢氮 原子氮 核能发电厂最重要的 师父现在告诉你 这个是有多可怕 你知道吗 科学家的发明 带给我们方便 可是带给我们 后代的子孙 有多大的惨痛 诸位 师父不讲 你不知道 这个原子弹爆炸 会产生强大的辐射线 那么核荣核 爆炸会产生 强大的辐射线 譬如说 乌克兰的 车诺比发电厂 乌克兰的车诺比发电厂 就是核子爆炸 那是里面核电 核电爆炸以后 放射出来的辐射 辐射线 辐射线 那么再来 氢弹 制造出来的氢弹 也是核荣核 也是布元素 提炼出来的 这个辐射线 一爆炸以后 核子试爆 一爆炸以后 全球到今天为止 有2073次的核子试爆 全世界 包括苏联 中国 美国 法国 等等 总共2073次 核子试爆 这个核子试爆 有多严重 各位知道吧 这个核子试爆 以后 它进入大气层 遍满整个地球 遍满整个地球 严重的时候 我们一个人受到 辐射严重的时候 像乌克兰的 车诺比发电厂 辐射线伤到 伤到以后 立刻死亡 辐射线照到 皮肤溃烂 再来 住在辐射线区 辐射线 车诺比发电厂爆炸以后 住在辐射线 大概两百倍 人类平常 很少有辐射线 那两百倍 这个人五年内 一定得到什么 得到血癌 五年 血癌 就是说破坏 他的血液的循环 白血球过多 没有抵抗力 血癌 血癌再来 经过了七年 叫做甲状线癌 甲状线癌 经过了十年以后 就肺癌 到二十年以后 就是胃癌 胃癌 到三十年以后 就是大肠癌 所以乌克兰到现在 受害的一个 核子发电厂 第四个核子发电厂 爆炸 受害的六十六万 方言一百公里内 不能住人 要经过一百年 一百年 才能够把这个 辐射线 全部清理 而这个辐射线 有多严重呢 法国 有三个科学家 专程跑到北极去 北极去 因为核子四爆 砰 散播在整个地球 砰 散播在整个地球 这个法国的科学家 用现在化的 这个运输工具 跑到冰封 世代 这个世界 北极 北极的时候 用这个 砖 碳烘器 砖到地底下 八公尺的时候 发现 核子四爆以后 存留下来的 辐射线 有两个 最大 一个 就是 炸这个广岛 跟长崎 日本的两颗原子弹 造成的辐射线 第二个 就是乌克兰 成龙比发电厂 造成的辐射外泄 全绝的辐射外泄 而在乌克兰 孩子生出来以后 孩子没有头盖骨 出生 出生以后 这个孩子没有头盖骨 没有头盖骨 我们出生的孩子 头盖骨是正常的 受到辐射的污染 孩子出生 没有头盖骨 脚扭曲 变形 有个男孩子 乌克兰的小男孩子 他出世以后 生长在那环境附近 辐射线的附近 他的右腿 一直往内弯 一直往内弯 出生異形 出生異形 再来癌症 美国 现在讲美国 美国制造原子弹 那个工厂 在亚利桑那州 那个工厂 那个工厂的附近 有个农民 农民 我现在讲很可怕的地方 农民 因为联邦政府把 美国的国防部 讯息全部都封锁 农民也不知道 就住在 住在这个 制造原子弹的 这个工厂的 还离那边 好几十公里 好几十公里 知道吗 辐射一直外泄 辐射一直外泄 他的家属 大家庭家属 阿姨 叔叔 二十二个 二十二个 全部死于癌症 全部死于癌症 二十二个 到他今天 自己也得癌症 我讲这个 就是告诉你 人类的贪生痴 借重技术 突破 去造就 人类的方便 却也 伤害了整个地球 伤害了整个地球 因此我们要了解 说佛世界就是 无极好 无能好 有一好 就没有两个好 对不对 因此我们要了解 极乐世界 绝对不是物质世界 是清静的心灵世界 你要清静的心灵世界 就是要见性 见到不生不灭的 清静心 要用清静心修行 为什么讲极心就是佛 极心就是净土 一定要提升 我们的正念 让我们的贪生痴 统统放下 这个不净的色身 统统放得下 用清静心修行 继续进入这个 三昧的功夫 所以这个解释 是很重要的 底下 极心净土等 第一地之理 皆是与三昧相应之法 非言说境界 如果没有三昧 此等皆但有言说 都无实际 讲一讲可以 都不着边际 讲来讲去 就是要有三昧的功夫 而是笔量境界 笔量就是类推 笔类 类推 还不是限量境界 为什么讲笔量境界 因为笔量境界 不是限量境界 限量就是 内政的功夫 急性就是活 五音本如来藏 妙真如性 这个就是限量境界 六路本如来藏 妙真如性 四二处本如来藏 妙真如性 十八戒本如来藏 妙真如性 这个就是限量境界 所以此等 但有言说 都无实际 而是笔量境界 若成就三昧 则此等境界 皆可实证 成为限量境界 非但言说 限量如一金在手 可以兑现 可以实际受用 笔量如 但之三中 切实有金矿 善未开采 不得真实受用 三昧 可以转笔量的矿 成为限量的金 而且无量 真实 自利利他之妙用 所以 这个三昧 还是要见性 要定 才有办法 文字之节 与修正是两回事 他这里比一比一的很好 譬如有人想学太极钱 便去买一本 太极钱的书 看过一遍 便说 我会太极钱 学佛光是看经 知解 亦复如是 又如有人患心脏病 他去买了一些 有关心脏病的书 他去买了一些 有关心脏病的书 研究 提病理 药理等 看过之后 对病情 以治疗等 皆有所了解 于是他说 我病好了 这样能行吗 这个比一太好了 说知苦 并不等于断苦 这句话 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不可以 扬汤指挥 要扶地抽心 杨汤指挥 就是你知道痛苦 世界人知道 这个世界很苦 我有个同学 他的妈妈 没有写佛 因为父亲 跟母亲不恩爱 那后 那后